旅行最直接的意义是创造回忆 而安大鲁西亚是许多人的回忆 几个世纪以来 骄营的胜利者 碑碳的战败者 屯田定居的牧人 化剑为礼的骑士 云游的吉普赛人 改宗的穆斯林 混沌的卡尔特人 复兴的摩尔风格 这块土地上不同名古宗教文化交互影响 构成了今日风反缭乱又激情似火的安大鲁西亚 弗拉明哥在万人眼里 就是吉普赛 就是卡门 就是那些来自遥远异乡的 美丽而桀骜不驯的灵魂 是唯一一种可以用欢快的节奏 表达悲伤的音乐形式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感染力的音乐舞蹈 一部幻景的格拉纳达阿尔白新区 与阿尔汉布拉共遥望 色彩斑斓的雕花与马赛克 阿拉伯风情的喷泉 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一切都记录在流动的水面之上 净化水源 想要触碰却消失不见 摩尔人最终也没能跨过比利牛斯山 再坚固的建筑都抵不过岁月洪流的昭生共死 西班牙南部的乡村 炙热的阳光 路眼的绿移 空气里柠檬的清新 粉墙红滑的小屋子里 弹多的单调吉他声 喝着屋前泵涌的水声远去 这就是属于我的安大鲁西亚情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